龙浩尘一生自创过多少技能 自创技能一般是由一些强者所自创的技能 这些所衍生出来的技能 基本上就是这些强者的身份证明 毕竟自创技能除非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否则基本上不可能外传 而自创技能往往都是一些威力强大 而且非常实用的技能 在战斗之上能够发挥出相当不错的效果 那么光明之子龙浩尘一生之中自创过多少技能 一 光之荡漾 光之荡漾乃是龙浩的第一个自创技能 此技能是龙浩尘带领自己的猎魔团 前往恐惧悲笑动执行任务时所创造的技能 为了应对恐惧悲笑动中的力笑声 龙浩尘使用了圣光照 只不过由于力笑声实在过于强大 圣光照接二连三地被破坏 不过在这一过程之中 龙浩尘也是逐渐适应了力笑声所发出的震荡频率 为了能让圣光照在恐惧悲笑动中存在更长的时间 龙浩尘便在圣光照上同样添加了蕴含能量波动的震荡 由此自创技能光之荡漾便横空出世 在光之荡漾的加持下 圣光照不仅直接从三阶技能直接提升到了五阶技能 而且它在恐惧悲笑动中的所存在的时间也延长了一倍左右 唯一的缺点便是 灵力的消耗将会是平时的一倍 好在光之荡漾不仅仅只适用于圣光照之上 任何技能都能被光之荡漾所增幅 并且光之荡漾的震荡频率越高 所增加的攻击力也就会越强 后来这也成为了龙浩尘破开对手防御的最佳技能 二 灭魔闪 灭魔闪乃是龙浩尘通过骑士技能闪电刺而衍生出来的自创技能 当初龙浩尘为了应战将棘八号猎魔团的老五 龙浩尘选择用出手速度极快的闪电刺压之塔 而老五作为一名力量极强的辅战士 自然也不是吃素 为了弹开龙浩尘的闪电刺 老五使用了辅战士的绝技旋风斩 按理而言 旋风斩一出骑士的闪电刺便会被立马弹开 甚至连剑都有可能直接被震飞 只是龙浩尘所施展的闪电刺 却是他利用蓝羽光之芙蓉本身那幻化的奥妙 以及叠加光之荡漾所演示而成的灭魔闪 虽说灭魔闪的消耗足以于五阶技能媲美 但是这个技能最大的好处在于 它能作为基础技能释放 在基础技能上附加其他技能以后 灭魔闪的攻击方式将会变得千变万化 出招以后可射出漫天翡翠般的光滑点如雨如雾 令敌人看不清自己的攻击方向 龙浩尘也正是凭借着此招将老五的旋风斩锁破开 三 光疗术 光疗术乃是龙浩尘所自创的治疗技能 在龙浩尘与自己的舅舅阿宝于梦幻天堂中大战一场过后 龙浩尘的身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 全身的灵力完全溃散于四肢百骸之中 龙浩尘此时已经陷入了非常虚弱的境地 他想要调动这些灵力来恢复自身 只是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 龙浩尘发现自己很难聚集灵力 为了能够更快地恢复自己的伤势 他通过激发的形式 让自己体内的光元素气息散发出来 如此一来光元素气息就能更好地充斥在他的体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光元素气息便以极快的速度 修复着龙浩尘的五脏六腑 由此龙浩尘便悟出了光疗术 光疗术虽然拥有着极强的恢复速度 但是却只适用于光属性和水属性的治疗方式